一行禅师 俗名于春宝 在越南成天顺化散出世 一生都在正念和平 推广上不为余力 就是今天 2022年1月22日 在他一手成立的 梅修禅修中心底下 公布了一行禅师 已经原植 在年95岁 作为一个冥想正念的从业员 希望在此 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 这位被誉为 最具影响力高增的一行禅师 以及他对世界的正面影响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 一行禅师是和平 和非暴力的使者 同时都提名 一行禅师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到底一行禅师做过什么伟大的成就会有以上的美语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行禅师出生在1926年 在越南出生的 16岁的时候 不管父母的反对出家入这个坟门 在越南的战争里面 混乱的战火当中 用他的毅力同时修炼禅修 和帮助身边的战争受害者 退行入西佛教的运动 为众多苦难的人士送上食物的同时 让更多的人认识正念 在最困难的时候 可以有更加强大的心智 因为一行禅师后来游走欧洲 美国 这么多个国家 希望可以赋予停止越南的战争 引起了当时 北越 南越政府的不满 不让他回越南 于是 一行禅师就开始了足足 39年这么长的流亡时间 在这39年当中 一行禅师在世界各地 宣传和平和正念 流亡期间 一行禅师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他的工作 反而更加相信 他宣传的讯息背后的价值 在1975年 法国成立了这个方云阴 更加在1982年 搬迁了之后 证明为梅村 也是全世界第一个 由一行禅师带领下 孕育出这个 无数结出正念从业园的梅村 无论你的年纪是什么 性别是什么 宗教背景是什么 只要你愿意的话 梅村这个地方 都会欢迎你 在那里收集禅修 包括 也不限于我们的正念呼吸 深度放松 闲脸 坐脸 等等 一行禅师他被全世界 来自各个阶层 不同的地方的人 可以更加容易地 将佛教传统的五界 不杀身 不偷渡 不斜饮 不忘语 不喝酒 用正念 练习的方法 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一行禅师创立梅村的时候 初心是这样的 一个健康和滋养的环境 等村中的每一个人 每次都可以和睦共处 和大地和谐共生 一行禅师的影响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时至今日 梅村每一年 都会为世界各地 成千上万的小朋友 商人 老师 军人 退伍军人 精神健康从业园 等等进行这个 精念引导的活动 可以说是祝福 数之不尽的现代都市人 可以去学习 如何在这个繁敲的城市中 重拾内心的觉察 内心的宁静 到目前为止 香港 台湾 加拿大 美国 法国 德国 都有着由一行禅师 建立的梅村分布 一行禅师 除了是一位真人之外 也是一个作家 有着艺术家的身份 他的著作 都被翻译成为 多个国家的语言 繪迹人口 继续用他的思想 文字 教育更多未来年轻的新一代 绝对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当中的表表者 其中他部份的著作就包括了 如何去走 如何去走 如何去爱 活在 此时此刻 等等 一行禅师 一行禅师在2014年的时候 健康急速恶化 先后经历了中风 不能够说话 半边的身体瘫痪的情况 但是仍仍然一直坚持 没有放弃他的工作和使命 是用另外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 可以认识到佛法 正念 得到内心的一个平静 一行禅师 一行禅师 无疑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和平正念宣扬者之一 他的思想 绝对不会随他的肉身而消散 反而 可以让更多的人 认识到他宣传正念当中的价值 在这里 我希望仅此 多一行禅师 致上无限的敬意